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渠道 王一博笑道不能停 这期火锅真是笑料不断 精彩细节无处安放的节奏 真是被四位队长给整笑趴了 一上来 王一博就对足球一顿猛操作 娴熟的动作 灵活的走位 估计是在伟大征程中 没少跟朋友玩 所以才会面面不设 玩得起劲 只想说 王一博爱运动确实是不分种类 接触了 喜欢了 那就爱上了 滑板 滑雪 魔术 篮球 足球 真是样样都会 样样都想要精通的节奏 这期火锅特别的舒服 欢声笑语中 我们依旧感受到了一点 王一博还是有点慢热的 虽然全程好乖又认真 但是还是有点点的拘谨 毕竟都是自己的哥哥 这次特别搞笑的画面 无疑是街舞节目组的各种套路 吃饭的盘子 什么大哥的 小弟的 二哥的 宝贝的 话说 看到这个王一博立刻机灵了起来 弟弟的 不能用宝贝的 那会被一群女人嘲笑的 酷哥必须知灵起来 要不然酷豹的形象就此坍塌 先下手为强 抢先一步拿到了弟弟的盘子 得意的笑了一下 然后吃瓜的样子看到拿到宝贝的张艺星后 低头偷偷笑不停 只想说 原来憨憨都留给了别人 其实自己也是个憨憨而已 自己选择杯子 更是延续了自己的风格 那就是炸哦 一波王炸款杯子 抱着杯子的王一博 貌似洋洋得意了起来 说着自己家里也有个同款 是的 就是这么有仪式感的孩子 吃饭睡觉打游戏 生活工作中都很讲究仪式感 到了真正吃火锅了 王一博认真干饭的必备就是小料 香菜必然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就连流线话都知道 你的 不跟你抢 果然是很懂节目套路哦 没少功课啊 抢什么都可以 就是不能跟王一博抢香菜的 那可是至爱中的存在 玩滑板 可以一块开心了敲着地板 做做了一个高难度的动作后 也会兴奋的敲地板 完全是融入了进去 但是轮到香菜了 那是不能分享的一样 必须表达态度 这是我的 这期火锅真的好有意思 庚哥对王一博是真的爱啊 各种的关心不用多说 一上来就陪着玩游戏 吃饭要啥给啥 就连喜欢的队员 估计也要拱手相让的节奏了 导演问 有谁是特别想让去自己队的 王一博开口就是尼尔森 一旁的庚哥也是无奈地说了一句 给你 王一博听后开心的笑了起来 后续可能是真的去了王一博相对吧 毕竟五种是hiphop元素居多 再加上步步也在 王一博站队坚持old school风格 相对比较适合 最后呢 从火锅局中 看得出来王一博还是备受宠爱的 都不舍得为难他 也都一直在照顾着 整个场景中 各种的道路都是用心的配置 看着非常的和谐有爱 自然王一博也是笑到停步下来 低头笑 得意的笑 腼腆的笑 真是小动作不断 心情好是有目共睹的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